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2月9日 博维斯塔享十一面 葡萄牙超级联赛周五凌晨继续进行角逐 届时博维斯塔将会做客伊斯托里尔 伊斯托里尔近况糟糕 而博维斯塔近期联赛表现相对更佳 加上后者进攻端远胜前者 博维斯塔此行加分在望 伊斯托里尔经济排名走势总体呈现出下滑趋势 赛季最高试过取得联赛第五的成绩 而目前球队不过是18轮机19分排在第14位 和降班区球队差距较小 归根到底 球队进攻端男友表现是主要原因 目前军场入球数不过位0.89球 全普超军场入球数第五少 近况方面 伊斯托里尔同样糟糕 去年10月23日至今 球队联赛战绩位移胜意和欺负 其中包括两次三连败 最近五轮联赛甚至多达四场零入球 看来 以替谷维亚位守的一众攻击守的 却需要多加努力 阵容方面 中场甘宝亚因伤缺席 博维斯塔在交出五胜二负的出色开局之后 经历过一段低潮期 但近期球队状态正在复苏 过去五轮联赛路得二胜二和一副的战绩 其中唯一一场败仗对手还是实力强硬的布拉加 都算非战之罪 除了近况球队比伊斯托里尔出色之外 客军赛季表现同样比伊斯托里尔出色 目前18轮手握25分 排在积分榜上半区 进攻是球队的迎波本钱 要知道他们经济进攻端的表现 军场攻入1.22球 仅次于普超B4 球队进攻点繁多 多达四人联赛入不止一球 而尼基尔的七个联赛入球是其中的佼佼者 考虑到两队最近六次交手伊斯托里尔多位长胜记 博威斯塔此行见止三分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